你也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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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兄 不管你今日 与家父商量合适 家父会做怎样的决定 我想 他都有他的道理 里面请 父亲 孩儿也先行告退了 等等 你且坐下 今日无论先生 来此谈论何种事情 你都可以听 如今太子幽闭 豫王殿下终于如愿以偿 春风得意 怎么看上去气色 反倒不好了呢 苏兄是旧疾 一入冬就会犯 先生如此年轻 竟然会落下旧疾 正因为年轻 不懂得保养 让侯爷操心了 真是难为苏先生了 身体不适 却还要在年关将至 出来替豫王殿下走动 真是辛苦了 刚刚侯爷说 豫王殿下春风得意 此话可是出自真心 如何不真 侯爷在朝堂之上数十载 除了胆略 这眼力也是无人能及 如今豫王的情形如何 旁人看不出来 难道侯爷 您也看不出来吗 太子倒了 太子倒了 豫王殿下觉得寂寞 想要另寻对手 后于慧爷 苏先生 你当初出手相救的恩德 一直都在 可是我说过 豫王和太子一样 并无二指 我谁都不会帮 希望苏先生 不要忘记我说过的话 侯爷当初说的话 苏某自然记得 只是此一时彼一时 如今形势大概 豫王现在真正的对手 早已不是太子 我不会帮着豫王 去对付太子 我更不会帮着豫王 去对付晋王 我话还没说完 侯爷怎么能断定 我今天来请你相帮的 就是豫王呢 难道不是让我 帮着豫王去对付晋 苏兄来拜访父亲 难道是想让父亲 相帮靖王吗 侯爷可愿意 让父亲 отд congregation belki他们都牺标 尽想要不拥大 可不可以 放大 都堪高 杨元的身兵 不可保护 这部分别 今次要劲 杨元 是 当今的皇后是我包妹 豫王是皇后的养子 你让我帮着晋王去对付豫王 与情理不合 确实如此 不合情理又无胜券可握 先生何以提出如此要求 侯爷 您可愿意 您可愿意 愿意 殿下这处琉璽别院 是夏天避暑用的 这冬天过来 实在是冷了些 虽然时节不对 但此处僻静 倒是一个 私下会面的好地方 你确定夏将会来吗 殿下召见 他自然会来 且不论夏将和你师父 究竟是什么关系 若不是为了对付靖王 玄境寺怎么肯与 争处中的皇子 有私下来往 哪里是为了本王 不管是为了什么 只要他肯来就好 这位皇子 我刚才做的选择 先生并不觉得意外 侯爷出身三嬴世家 当年风云烈烈 叱咤天下 一腔热血 又怎么会变得冰凉呢 血虽未冷 心却已寒 正因为侯爷 对皇上 太子和豫王心寒 我才知道 您一定会答应的 于今 父亲 朝局如何孩儿并不明白 但孩儿毕竟是严氏家学出身 能分善恶 能辨是非 至于父亲为何答应苏先生 孩儿心里已明白 今日我虽做了如此抉择 但日后成败尚不可吃 若遇什么凶险之事 你我父子二人血脉相灵 难免会连累到你 父亲 既是血脉相连 既是血脉相连 又何必谈连累二次 父亲做任何的抉择 孩儿都会跟随 绝不后悔 严氏一族 除过三位帝师 两位宰府 有些事情已经庆入骨髓 无须言表 玉琴 你虽然未设朝局 但是你的眼界和胸襟 却非常人可疲 侯爷请放心 苏某定当权利 不让二位陷入危局之中 君子一诺生死相随 别的不足挂齿 有什么需要我去做的 先生请讲 如今晋王和玉王相争的局面 已然明朗 只怕朝堂之上人心浮动 按照晋王的信心 定然不愿与玉王各分阵营 党徒伐义 徒增大梁的内耗 但是 我懂 晋王虽然不愿意解党 但朝臣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应该及时地了解 眼下年官将至 正是各府走动之时 如果晋王和苏先生 有什么不方便出面的 我自会带二位去探查一下 若论这明察秋毫 使人断悟的本事 延后无人等级 晋王得到您的帮助 必定大有助益 先生过奖了 先生坐于此 我刚才却观之不透啊 本侯想问一句 苏先生可是当年 齐王府的旧人 父亲 怎么会突然这么问呢 苏兄怎么会是齐王府的旧人 齐王府十多年前 不就已经 是 刚才的问话的确有些唐突 可是我实在想不出来 先生还有什么别的理由 可以出手相帮晋王 为名为力 岂不都是理由 我与先生虽然只有两面之缘 可是以我的观察 名利二字太小 绝非是先生的格局 侯爷过奖了 江左蒙威名利于江湖之上 梅宗主自有梅宗主的傲气 名利之右 黄泉之威 自然不会被你放在眼里 我细细想来 这只有可能是因为过去的渊源 我曾经是一位 仰慕皇长子的少年 立志投身于齐王府 事是今日就职不改 才有了现在的梅长苏 如此而已 往事如烟 不宜追之过深 我刚才也是随口一问 请先生不必挂怀 什么时辰了 他若不来我们不必再等 你不必要 殿下若是还有当初 招揽麒麟才子的耐心 就不会这般急躁了 麒麟才子天下能有几个 能真心为我萧景还得 又有几个 只要二战齐一 要等多久我都知道 问题是夏将能做到吗 看来豫王殿下 对我的信心还不够足啊 夏守尊来了 今天来见殿下 有一事须当在先言明 夏守尊放心 你我之事不关楚位之争 当然不关楚位之争 那是一位太子 已然不值得考虑了 殿下的眼里 现在只有静王 而我 只要祝您除掉静王 这至尊之位 不是殿下的 也是殿下的了 我大梁历代帝王 素来最以重最信任的 都是玄境司 只要登上大位 我保证也绝对不会例外 有豫王殿下 与夏守尊联手 这天下 还有何事不成 父皇多年来偏信制衡之术 当年用我制衡太子 如今又扶起静王制衡我 十年复始可见一斑 但当下六部跟风拥护新主 虽然说看起来 我的位阶要高于静王 但若不是父皇刻意维护 只怕我的声势在朝堂之上 早已被他压下 不知道夏守尊对此 有何良策 听般若之言 殿下不是已经 找准静王的弱点了吗 找准了又如何 根本无从下手 那桩旧事不仅静王放不下 就连父皇心里 也一直未能释怀 这无缘无故的 我总不好就这么 在父皇耳边提起来 到时候说不定静王没事 我倒先出了眉头 既然现在是无缘无故 那么我们自然是要 先造些缘故出来 夏守尊果然有办法 看来手上 已经握有掀开旧事的契机了 宗主今日也累了 还是早些休息吧 既然同路来了 就让他进来说两句 如果没有什么紧要的事 自然是你们去处理 我就去睡觉 快让他进来 是 进来吧同路 好 同路见过宗主 这一身的寒气 往前点边烤火边收吧 我走的太极带进了寒气 宗主您见谅 不怕 先喝杯热茶再说 好 你着什么急啊 小心烫着 没事 宗主 今天的事情不多 十三先生命我过来 是由两件事 将宗主并报 是吗 谢宇抵达流放地之后 盟里就一直派人暗中跟随她 最近受过几次暗中偷袭 但对方下手都不是太狠 可能是以试探之一句多 只要立阳长公主 手中还握着那个锦囊 下将就不敢轻易让谢宇去死 立阳长公主那边 你还要多安排些人 多加赵营 务必让晋王的寻方营 加强对公主府的防卫 现在锦锐不在他的身边 还是多加小心为好 那第二件事呢 十三先生已经查明 聂锋的夫人夏冬 这几个月不在京城 他赶去了嘉兴关 嘉兴关首将为齐 一直是谢宇的左副将 七年前才调离 夏冬此去 想必是想探查一下 魏齐是否知道 当年就案的内情吧 但是聂夫人 在赶到嘉兴关之前 魏齐突然离齐暴毙 查出是谁下手的吗 应该是玄敬寺的暗庄所为 其实当年谢宇奔袭没领事 魏齐并不在其左右 所知内情也不多 夏将连他的口都要灭 真是一丝内膜 都不想让夏冬知道 夏将果然敏锐 对 虽然冬简没有露出什么异样 但他还是起了疑心 好在夏将只是知道 他这个徒弟是起了疑心 并不知道他已经实实在在地 听到了谢宇的口供 否则 恐怕就没有这么温和了 冬简那边的安全 你要多加留意 是 同路 如果没有别的事 你就早点回去吧 告诉十三先生 清班若不会轻易放弃 让他切不可大意 是 怎么了 有话就说 宗主 您觉不觉得 同路最近 好像有什么不对 有什么不对 我觉得他最近 好像精神了许多 以往每次过来 总恨不得能多待一会儿 这几次过来 感觉很匆忙 来了就很着急要走 跟以前不太一样 你觉得有什么不对吗 我倒没觉得有什么 不过 真凭看人 一向能看到别人 看不到的地方 真凭素来细心 如果有所察觉 定是有什么缘由 让十三先生多加留意吧 是 这么晚了 你还在这儿 你 只隔一到院墙 离这也近 想着再等等你 你不会是觉得厌烦了吧 你明知不是的 多谢你等我 每日若是 我看上你一眼 心里都是空难啊 今天店里很忙吧 这么晚了才回来 想着你应该是饿了 我去给你段些吃的过来 好 月娘 我的婚事 是我的叔父做主 我想明日就去跟她说 我要娶你 我是个寡妇 您叔父 能统一咱们的亲事吗 我叔父不是这样世俗之人 再说 她知道你的 她怎么会知道我呀 你刚搬到这片街坊的时候 我跟她提过你 她说你没问题 我想 我叔父开始会有些吃惊 但最终 她会同意的 我听你的 我听你的 属下见过守尊大人 说吧 下东大人离开嘉心关之后 去了临江府 停留三日 并没有与任何人接触 接着便由无安到南下了 之后呢 之后便断了踪迹 只是追踪 既不进身又无行动 怎么会跟丢了呢 守尊大人息怒 夏东大人乃是京城高阶长静时 兄弟们实在是难以相比 给我在京城四周严加布控 只有她准备回京的迹象 立即报我知道 是 丽阳长公主那边情形如何 丽阳长公主 最近除了为太皇太后礼佛 和给谢齐做了两次法事之外 几乎足不出户 巡方营最近也加强了 对公主府附近的巡视 属下 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下手 谢宇刚刚被流放 李扬此时若再出事 陛下恐怕会觉得 是有人刻意而为 你先停手 盯住长公主府的动向 属下遵命 去吧 是 我今天既然奉赵前来 愿与殿下联手 自然手里得有些东西才行 虽不能掀起十三年前 那样的风暴 但若发挥得意 也足以打京王一个措手不及 让他重新跌入谷底 夏守尊如此有信心 可见手中掌握的不是件小事 还请赐祥秦 殿下可记得 当年赤焰林府的少帅林叔吗 怎么可能忘得掉 当年京城之中 还有谁能盖过那个天才少年 林家小叔的风头 他最后有那般结局 可见还是张言太过 林叔身边有两个副将 殿下可记得 这个倒是记得不太分明了 似乎是有一个姓魏的 魏征 当年赤焰逆军在梅岭被剿灭 无论是林叔还是他的副将 应该都已经伏法了吧 剿灭赤焰叛军时 我奉圣命也是亲自在场的 所以对当时的情形最清楚 这些刺激军 林谢营帐下一共十八名将官 几乎算得上是全军覆没 但尸身损毁严重很难分辨 参将以上品级的人中 有两人连赤焰手环都没有找到 其中一个就是魏征 下手尊是怀疑 这个逆犯魏征 叫醒逃脱了 我已经确认 逆犯魏征还活着 他现在在哪儿 殿下听说过西境药王谷吗 药王谷主肃天书 在狼牙富豪榜排行第七 天下泰版药材多出云药王谷 我怎么会不知道 肃天书有个不知何时所说的义子 近年来开始主理药王谷的事故 名叫肃玄 您听说过吗 这个倒也有所耳闻 这位药王谷的少谷主 虽然名气不怎么想 却娶了依善世家 巡扬云氏独女云飘了 一时传为佳话 即使在宫中也有不少人在议论 所谓大隐隐于朝 中隐隐于氏 这个肃玄如此身份 又有这般引人注目的婚事 反倒蒙住了玄敬慈的眼睛 让我这些年来未曾注意过他 难道这个肃玄 就是逆番未争 好 好 逆番不死重先救案 真是天助我也 此人现在身在何处 魏征 赤羽莹出身 肃性狡诈 药王谷也不是能轻动之地 所以我派人查探到了 他出门押送药材的时间路线 让小徒夏秋前去设服捉拿 大约这几日就有消息传来了 那也就是说 现在还不能确定 是否能够抓到魏征 怎么殿下 不相信玄敬慈的实力吗 不相信玄敬慈的实力吗 无论谁来 都不要见了 都不要见了 这种天气还在外奔波的人 怕是不好熬呢 夏守曾刚才的话 显然是甚有信心呢 说不定这场雪还没停 魏征就可以落网了 右补魏征的计划 是我亲自核定的 还派了玄境司多名精锐 绝对万不一失 谁都休想在这个逆犯入京之前 摸到他一根指头 有此喜讯岂能无久 凡若 等魏征押送入京以后 不知夏守曾打算如何利用此事 给靖王以迎头痛击呢 我倒想先听听殿下的意思 魏征落网 虽然是掀开旧案的好契机 但是和靖王之间 还是扯不上直接的关系 若想拿魏征来做文章 一份口供原本就不够 何况还是假口供 万一陛下想要亲自提审魏征 这岂不是弄巧成拙了吗 夏守曾 当年靖王和林书的关系 实在密切 你说这魏征潜逃多年 会不会真的是靖王在暗中相助呢 我若能查出一丝半毫 魏征与靖王曾联络过的痕迹 咱们就不用坐在这儿商量了 靖王根本就不知道魏征还活着 这一点我已经确认 如此还真是难办 抓到了魏征 却只不过抓到一个旧案的逃犯 这没影没形的 又怎么样才能把靖王给扯进来呢 夏守曾想必已经有了主意 你不认识了 既然如此就不必再卖关子了吗 说出来大家斟酌斟酌 岂不是更好 豫王殿下 靖王可是您的亲兄弟 不知道您对他的了解 到底能有几分呢 夏守曾此言何意 靖王根本不知道魏征还活着 到现在为止 我们抓不到任何 他牵涉其中的把柄 对不对 这正是现在为难之处 那么之后呢 之后 当靖王知道魏征还活着 而且已经落入我们手中之后呢 以殿下对靖王的了解 他会作何反应 断然忍不住出手相救 正是 陛下睡不着吗 臣妾天上这安眠香 陛下先闭闭眼睛 痒痒神吧 朕昨夜 有梦见太皇太后了 还有 后天就是太皇太后的名诞 陛下这个时候梦见她 想必是她老人家在天上 还记挂着您呢 按照祖宗规矩 太皇太后的这个名诞 朕要去首陵三日 后宫不得随行 你这个安眠香真好 背一些 给高湛带上 臣妾早就背好了 这神冬天气 皇陵那边又不比这宫里 陛下 可要好好珍重啊 还是你知道 体贴朕 这后宫之中 岂有不体贴陛下的人 听说皇后进来 有些为难你 皇后娘娘同领六宫 职责所在 自然有指教约束的地方 哪来的为难 你心宽是好事 皇后毕竟是皇后 若是她不过分 你就敬而远之 能忍责人 但若实在抵受不住 你也要告诉朕才是 虽然没有这样的事 但是听到陛下这样说 臣妾心里 朕得好生感激 你的心情 你想得这么平和 三十多年了 竟为大改 若是她 也能像你这样 她该多好啊 只可惜 她生来 性子就是那般刚丽 你曾梦见过她吗 臣妾福伯 未得太皇太后赐茂 你知道 朕说的不是太皇太后 朕又好些年 没有梦到过她了 但这一项 有时她就站在太皇太后的身边 你梦见过她吗 嗯 告诉朕 她在你的梦里 是什么样子的 沈妾姐姐 仍然是当年的那个模样 她站在那株梅花树下 没有说话 一直冲着我笑 夏守尊这一季 可谓攻心为上 实在精妙 以景妍那个脾气 绝对不会对魏征袖手旁观 如此一来 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她的把柄 但只要她有所行动 咱们就可以稳操胜券了 若能这样自然是好 只是不知为何 万若心中总有一丝担忧 担忧什么 靖王如今在朝中威望日中 陛下对她也颇有恩处 可谓局势大好 可谓正说到底 不过是当年林叔身边的 一个小小父亲 侥幸逃脱的赤焰余孽而已 以靖王如今的地位 她犯得着为了一个 无关紧要的小角色 去冒庇护逆犯 触怒陛下的风险吗 你不知道 靖王那个脾气天生就如此 这样的傻事 她以前也不是没有干过 靖王的性情 恩若也略知一二 只是救了魏征 与靖王并无好处 可一旦失守 她如今的大好局势 可就全都没了 利弊得失之间 差距如此之大 难道 靖王就真的不会犹豫 恩若所说的 倒也并非全无道理 如今的靖王 毕竟不是当年那个 流放在外的皇子 他现在已经有了 争处的实力 未必会舍得 为了一个未争 去冒全盘皆输的风险 豫王殿下 看来您对自己的这个兄弟 还是不够了解 您放心 本座别的没有 看人的眼力 总是有一些的 我今天之所以 会坐在殿下面前 百般筹谋 就是因为肖锦炎这个人 他是不会变的 夏首尊的眼力 自然绝不会错 但是 您漏算了一个人 谁 江左梅郎 那是病毒 这儿谊肖围 才子 夏首尊 切莫小看了这个 麒麟才子 今日之靖王全靠有他 即使靖王 依然那么任性妄为 不见后果 但梅长苏 绝对不是 头脑发热之人 当他看破魏征之案 仅为一条隐线 只要靖王不去触碰 就不会危及自身 那梅长苏 是绝对不会让靖王 鲁莽行事的 班若说得没错 拿魏征对付靖王容易 要对付梅长苏 可就难了 除非 除非靖王不肯听错 梅长苏的谏言